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财长东姑赛夫鲁说 尽管我国的经济持续复苏 但难免会面对不确定性因素 大马通胀率基于全球发展趋势攀升 从2022年的2.3%增至同年8月的4% 他今日下午4点在国会下议院提成 2023年财政预算案时说 若非政府提供高达777亿令吉的援助与补贴 我国的通胀率将会更高 甚至高达10% 他说 由于其他国家面对高通胀率 特别是美国已经突破了8% 外国的货币政策也积极收紧 今年升息高达300个基点 这意味着外国的趋势是收紧了他们国家的货币政策 预料全球将会在2023年面对经济放缓 他还说 我国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的可能 包括动荡的地缘政治及全球经济下滑 各国无一不受到波及 此外 东姑塞夫鲁也说 2023年财案将以3R作为基准 即响应式Responsive 负责任Responsible 及改革性Reformist 他说明 这三个准则将有助于应对全球所面对的经济挑战 和保障下一代的未来 2023年财政预算案总值3723亿令吉 比起今年财案增加12%开销 也是有史以来最大比预算的财案 2022年财案总值3321亿令吉 2023年财案的行政开销是2723亿令吉 比2022年财案是2335令吉 的增加了16.6% 至于发展开销则是951亿令吉 比2022年财案是751亿令吉 增加26.8% 预计2023年次日是5.5% 2022年次日预测为6% 那么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派了哪些糖果呢 我们这就来看看 其中预算案将把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2% 也就是应科税收入范围501令吉 至7万令吉的人士 个人所得税将从13%下降至11% 至于应税范围701令吉 至10万令吉的人士 则从21%下降至19% 此外 为了推动无现金支付交易 2023年财政预算案将拨款8亿令吉 为M40中等收入群体提供100令吉的电子钱包福利 也就是收入低于10万令吉的人士 预计将会有800万人受贿 而来自大马一家原住金受贿家庭的女性 若在2023年生育将可以获得500令吉的一次性原住金 托儿所和幼儿园学费可享有高达3000令吉的税务减免额度 另一方面 东姑塞夫鲁宣布 一个家庭若有超过5个孩子 且每个月的收入少于2500令吉 政府将会发放2500令吉大马一家原住金BKM 这也是史上最高原住金 他说 若这些家庭抚养1到4个孩子 则他们将会获得1000至2000令吉的大马一家原住金 而收入借于2500令吉至5000令吉的家庭 政府将会依据他们的孩子的人数发放500至1250令吉的原住金 至于单身的热灵人士则会获得350或600令吉的原住金 那么在电费津贴方面 2023年预算案中 给予高达了40令吉的电费津贴 收费单位的家庭收入将从原有的980令吉进一步扩大至1169令吉 另外东姑塞富鲁还宣布豁免有关女性的税务 鼓励更多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断之后重返职场 他还说 2023年预算案也将拨款82500万令吉 扩大每名学生开学原住金至150令吉 而且不再限制于根据家庭收入 同时所有考获一等容易学士学位的PTPTN 贷款学生将会豁免还款 此外 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 全额偿还PTPTN的学生也将会获得20%的折扣 至于2023年财政预算案还派了什么糖果 那么就请留意光明日报 患者新闻 就在坊间广传国会可能会解散的传闻盛销成上之际 首相伊斯麦莎比利今早9点33分驱车进入首相署 按计划在早上10点主持内阁会议 他今早在抵达首相署大楼时 也摇下车窗向驻守在外的媒体人员挥手示意 据之首相在内阁会议结束后 便会出席下午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国会会议 较早前数名部长在观车在8点30分左右驶入首相署大楼 出席会议的部长就包括了财政部长东姑塞夫鲁 卫生部长凯里 乡村发展部长马哈基尔 联邦直辖区部长沙西旦 及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等等 另一方面据消息说 今日的内阁会议上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对解散国会指日不提 其中一名列席的部长就证实 今日的内阁会议并没有讨论到解散国会的课题 另外今早召开内阁会议 消息说在内阁会议后并未有接获拍摄大合照的通知 意味着首相预料不会在今日宣布解散国会 按照惯例 内阁往往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中拍摄大合照 这也成为了坊间预测国会解散日的指标 患者新闻 根据现报 三个国州议席即沙巴三角石Mattu Sabit 国会选区 霹雳州伊利哥利 国会选区和沙巴州布加亚 Bugaya州选区的紧急状态和条例 已在昨日被撤出 这三个选区皆是在冠病疫情期间 被颁布紧急状态而展颜补选 根据现报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是于昨日在国家王公发出上述扯销令 三角石原任国会议员刘伟强 在2020年10月2日逝世 选委会在议席悬空后就宣布补选 落在同年的12月5日 布加亚州议席原任州议员 马尼斯穆卡则在2020年11月7日逝世 该州习原定在2021年1月16日举行补选 而一例原任的国会议员哈斯布拉 是在2020年11月16日逝世 一例国会选区原定于隔年的1月16日举行补选 联邦政府是基于当时官兵疫情严重 向国家元首提出上述 选空选区颁布紧急状态 以便能够延后补选 如今根据宪报 苏丹阿都拉陛下认为 因为官兵疫情而对上述选区颁布的紧急状态 条例的必要性已经结束 而随着上述选区紧急状态被撤销 这也意味着全国所有国会和州选区都能够举行大选 这节新闻给您报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